由卫生部前部长足迹菲利领导的 西蒙新冠疫苗接种委员会昨天建议 如果通过公共领域提供的疫苗接种 承载量有不足资处 政府应该以有效又透明的公司合作伙伴模式 让私人界参与其中 不择协调疫苗接种计划的科学科技 及格新部长凯里通过推特回应 事实上私人医院如班台医院 就是为私人界前线医护人员接种疫苗的 其中一个接种中心 凯里也指出 就如他之前所宣布的 接下来会在疫苗接种计划第二和第三阶段 让更多私人医院参与 预计后期每天接种7万5千到15万剂疫苗 此外凯里也在推特张贴了 各州疫苗接种量的最新情况 接种开跑至今 全国已经有5万3千287人 接种第一剂疫苗 接种速度最快的是东马沙越 截至昨天已经有9千737人接种 新增病例屡战榜首的许兰娥 接种人数却只有2千047 至于在Maisajatra登记注射疫苗的人数 截至今天早上8点已经超过174万人 越决定了 艺术